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给我们下图广大的不管是华人朋友或者其他的种族的朋友的话 都带来了贷款上面很大的一些帮助 所以我们继续的把我们一百多个产品通过我们这种 就是direct lender的这样方式 就是所有的贷款的话都是我们银行级underwriting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所以可以第一次期间上能够比较快速的帮大家把贷款带上来 第二个呢也是在因为中间没有这个middleman的这样的一个费用 所以呢在费用方面 利率方面都相当的有竞争力 也有很多产品 以前华州的其他的这种银行可能是没有的 那我们万通贷款的话都给大家多了一些这样的选择 也能够更好的帮助大家在普通的这种 就是full doc贷款里面我们提供比较好的利率 在遇到一些不是full doc的这样的一些贷款的话 那我们万通贷款也帮助大家从本来不可能贷款变成自己的可能贷款 和能够顺利贷款上来 所以我们很高兴我们万通贷款能够在华州慢慢的发展起来 让大家越来越熟悉 那我相信以后大家会更加的知道我们 也会相信也会用到我们的产品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刚才Jack给大家做的这个对于公司的一些介绍 那下面有请我们的Jack来帮我们回顾一下 在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里面 因为我们也经历了几个这个节假日 然后我想给大家介绍一下美联储方面 或者市场方面有哪一些新的变化和变动 是我们的比如说想要买房子的朋友们需要住的呢 谢谢Jennifer这个问题 就是11月份12月份的话 美联储都开会都公布的时候不会加息 因为这个情况的话 11月份的时候 利率有了一个大的往下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因为当时的市场的话 大家都预测可能在2024年的时候 会出现三到六次的降势 当然了这只是一个预测 不是说百分之百确定 但市场就预测的话 所以那个贷款的利率的话 在10月份就下调很多 那12月份的话就下调之后 有一种这个比较走稳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那我们看市场上面现在很多信息的话 因为第一是预测会降息 第二个是因为这个现在上市的房子的比较少 那市场上的需求各方面的对于贷款买房 不管是支柱房也好或者是这个投资房也好 我们都可能会预测到这个房价会有一些慢慢走高的这样的情况 所以利率现在比那个八九月份低了很多 那房价的话我们相信看到可能会一点点的往上走 所以因为现在上市的房子很少 所以大家要考虑买房的时候的话 尽量的话如果有好的机会就出手 那至于要做贷款方面的话 可以找我们不管你是第一次买房 比如说一百万以上的房也好 或者是一百万以上的房也好 这个贷款我们都有相应的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 可以帮助到大家 那或者是如果你想考虑要不要买投资房的话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点去考虑进场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所以大家对这个市场 不管是利率的走势 或者是这个价钱来讲的话 我觉得现在都是一个非常值得入手 因为在利率方面的话就是价钱 当你付出去买了一个房子 那个是不会变的 但利率是随时变的 所以现在还抓住一个房价的 还是算一个低点的时候去买入的话 如果房这个利率的 比如说过半年一年之后再往上走的时候 那又是你把握住 另外一个就是低利率的这样的机会 透过这个refinance 所以对市场的观察的话 我觉得对于计划要买房的朋友来讲 现在真的是有认真考虑又进来了 这个利率的话也是慢慢的 从八九月份可能那时候七点多 现在降到了六点多的这样的一个范围的话 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那刚才Jacky也聊到了关于 不管是想要买投资房 或是第一次贷款买房的这些朋友 那他们的这个需求也 或者是自己的这个情况也不是太一样 那对于分别想要买投资房 或者是想要第一次贷款的 我们的这些购房者 我们的GMCC 我们的万通贷款也好 能够提供他们哪些帮助呢 很好的问题 就是分两个 就主要分两个 一个是你问的这个是 比如说第一次买房 那第一次买房的话 在我们这个市场 其实很多现在的情况 就是 either你买一些相对价格的这个范围的话 比如说我刚才提到一百万以下 也有一些情况就是 像我们很多做IT的这个年轻朋友 他们可能会买价格相对 因为在东区可能他们会考虑多一点 价格会相对高一点 大可能也会高一点 那对于比如说收入 年收入13万7以下的朋友的话 您是第一次贷款买房 我们有一些非常有竞争力的 这样的贷款产品 那可以帮助您在这个贷款上面的话 能获得一些这个贷款利率的 优惠的这样的一些program 现在的话 我刚刚办了两个这个第一次买房 就是过去两三个星期 第一次买房的这些朋友的话 那他们现在的利率都是非常非常理想的 另外的话就是你刚才讲的 你刚才讲的这个投资房来讲 投资房的话其实很有趣的 因为我们有一百多个不同的产品 所以相对应不同背景 比如说为什么说是不同背景 比如说是外国人 像国内过来加拿大过来要不管是贷款买投资房 或者是您有投资房 想重新的去对现代观就是refinance这样子的 我们都有一些program非常方便 而且时间很短就能够在三到四个星期能把它带上来 那至于对一些已经长期在我们大西亚图区的朋友的话 他们想买投资房 比如说有收入 我们有一些跟其他银行来讲的话 同样的产品我们的利率可能有竞争力一点 但也有一些产品的话 就比如说我们有不要求您这个投资房 提供任何的这个租金收入就能够贷款下来 就可以方便一些朋友 比如说他们这个房子刚刚好遇到一些情况 现在的收入很少 或者是价钱跟那个收入的比例跟不上去 那我们都有一些大款产品能够帮助大家 就不至于说您去找一些别的银行 他要求您说你必须要多少钱的租金收入 您才能够符合大款 比如说那个比例是1或者1.25 我们那个ratio可以 DSR的ratio 0.75也行 甚至0都可以 我们都可以帮大款 所以这是非常 我们的产品非常有竞争力 也是能够方方面面的去 cover到大家的这种需要 然后再补加一个问题 就是相当于说像投资房 可能大部分的人理解就是说 我们的朋友可能已经有一套房子了 本身已经有一套房子在住了 然后他可能想再买一套房子 然后去做投资房 这种情况下 因为大家可能想的是银行它 看到你已经有一套房子了 在贷款了 然后想要再去买一套投资房 那基本上贷款是挺难拿到 再就是贷下来的 那这种情况我们GMCC 我们的贷款银行 也能够帮助大家去 尽量的去帮大家 就是能够做到 可以拿到这个贷款 和低一点的利率是吗 可以的 通常传统大家的做法就是 如果你有一套房 你想再买一套的话 他们一般会从这个时候 现在的房当出租房 是有租金收入去cover 然后就可以带另外 另外带款去买房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因为 利率比较高的时候 或者是你买房的时候 那个价钱比较高 你的租金cover不来的时候 所以它还是有一部分的 这样的贷款 会不会影响你新贷款的 这个DTI 就是Debt to Income Ratio 那我们有一个program 它就叫Buy Without Sell First 这一个就能够帮助大家 完全解决这个 比如说你现在住一个房子 你现在是计划想 觉得空间不够 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 那您就跟我们讲说 我有这样的计划 那我们就会根据您的需要 然后会帮您做一个 Buy Without Sell First 这样的一个program 就是您现在的房子 可以完全不影响 您新的房子的贷款 而且您这个房子的话 只需要把它list到市场上 说我在卖 您可以卖不出去 或者一号就卖出去 什么时候都行 但只要您list上去的话 我们就不会把您现在的这个房子的贷款 算到这个新的贷款里面 那这样的一个好处的话 就是不管您现在的贷款 或者是有可能租金 什么不cover 都没关系 影响不了这个新贷款 所以这是一个能够方便很多 我们这些家庭或者朋友 他们想换大房 其实这个换小房也可以 只是它有一个贷款要求 就是您新的贷款的话 又达到从今年1月1号开始的 766,000左右的这样一个范围以上 就新贷款的这个贷款 您就可以qualify 这个buy without sell first 当然也有其他的 也有其他的option 主要您觉得有需要跟我们联系就行 是的 刚刚Jack也说的非常的好 就是一切的这个 他们能够提供的方案 都是要按照我们的客户的 这些自己的这个情况 来提供最适合的这些program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需要 跟我们GMCC这边的我们的专业的人士联系 然后把您的这个情况和需求 来聊一下呢 才能够有专业的人士帮您提供最好的 这个解决办法 好的 那我们稍微呢进一段广告 广告之后呢 我们接着回来聊 好 欢迎回来 您现在就收看的是下图中文电台 GMCC贷款一点通的节目 今天在节目当中呢 我们邀请到了SGMCC 万通贷款银行大下赌地区的负责人Jack 来跟我们聊关于贷款方面的一些知识 以及相关的案例 那在广告之前呢 我们聊到了关于就是第一次买房者 或者是想要买投资房的朋友们 应该注意的事项 以及GMCC能够提供的一些program 那接下来呢 我其实特别想要问一下Jack 我们GMCC的贷款银行 有没有一些program 可以帮助我们大下土地区的自雇人士的朋友呢 比如说他们自己是有小的business 或者是他们有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Uber Driver 他们自己的工作 然后他们也是想要买房子的话 但是可能怕收入不太高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们能够贷款这样子呢 谢谢Jennifer 这个是非常好带出 就是现在发现了 其实很多朋友 他们因为这个现在新的这种经济形势 从以前这种传统 比如说大家是就开诊所也好 开这个interest agency 或者是做real estate agent 其他的 这个有很多都是 比如说是1099也好 或者是这个bank statement 这样的一种情况 也刚才像您所提到的 这个像Uber Driver也好 这个是Uber Eater 或者是饭团 送饭的 这些朋友的 或者是其他的 像Amazon Drive Delivery 主要您有超过两年的这个记录 record 那我们有一次program的话 就是能帮助大家 您可以不用提供您两年的报税 比如说您的收入 有10万或者12万 比如我说像大家开Uber这样 那您有可能会抵到了很多钱 您最终报税的时候 可能只有五六万了这样 那如果您是按正常的这种 查收入贷款的话 您可能就只能按五六万的 这样一个收入来查 那样的话 可能就会陷进了您这个贷款 所以我们有一些program的话 就是您比如说只需要提供 过去12个月的1099 比如说您赚12万 13万一年 那我们就按这个来算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的帮助大家 可以买到房 因为现在我们大西雅图区的房价的话 其实相对都是很 在全美都是挺高的 所以您如果是按正常的收入来贷款的话 可能您会很有困难 所以我们就专门是帮助大家 包括大家像医生开成所要 您可能会把一部分的收入当就是一个business 这样或者是您抵达了很多 那我们的话就可以有这样的 比如说bank statement program 或者是其他的像P&L这样的program 您就可以不用提供这个tax return 就是按照我们甚至有一次program是挺有趣的 就是您可以自己准备一个profit and loss的statement 我们就可以帮您做贷款 所以这个里面的话就能够方便 我们各式各样的 大家不同的背景 都在有工作有收入 不一定说是这个W2 但都是可以贷款 所以您的情况的话 这里面还有像有一些 比如说您以前是开饭馆 但您现在不做了 现在转到去其他餐厅里面去工作 您哪怕工作了一年的话 但因为您以前开餐厅的话 您都可以去做大款 反过来也可以 就是您以前是W2 而是做比如说做餐厅 您现在去开餐厅 这都是可以的 您不用等两年的这个记录 或者工作记录 才去做大款 所以我们能够非常方便大家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 甚至有一些特别难大款 比如说都被人家turned down了 您想急着要用钱的 我们也有一些hard money loan 就是能够帮助大家 甚至一到两个星期 就能够带上了 所以很丰富 各式各样的大款 我也顺便提一下 刚才那个Jennifer有问到 这个投资房的大款 就我们投资房除了这个 普通的single family 或者condo townhouse 这种投资房大款 你也可以做一些 比如说 5 to 8 units的这样的投资房 甚至up to 30 units 这种apartment 大款都可以 所以我们太丰富了 所以凡是有贷款需要的 我们都欢迎大家 跟我们联系 我觉得听下来就是 其实不管你有什么样的需求 不管是买房贷款 或者有任何的这个问题 关于房子的话 我觉得最主要就是 一定要联系到 我们GMCC专业的人士 把您自己的情况 跟专业的人士来讲之后 您的需 提出您的需求 我们的这个GMCC 贷款银行的专业的人士 会能够帮助到您选择 最适合你的 然后也能够达到 你的需求的一些方案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有任何的需求 或者是想要咨询的话 也请一定要联系到 我们GMCC 万通贷款银行的 我们的不管是Jack 或者是以及Jack的同事们 都是非常专业的 那现在我们请Jack 跟大家介绍一下 你们的联系方式 这样我们的观众朋友 可以在节目之后 联系到你们 谢谢 谢谢大家 那我最好方式的话 可以联系我的电话 4259997573 4259997573 如果打一次打不通的话 您可以打两次三次 都没关系 只要您想跟我联系的话 您打十次都没关系 那当然我不希望说 大家打了那么多次了 所以您可以打多 比如说多打一次 或者是发信息给我 或者是留言给我都行 我都会跟大家联系 如果我没听到的话 那另外的话 您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Seattle Mortgage 就是Seattle的Ping S-E-A-T-T-L-E Mortgage M-O-R-T-G-A-G 这个就是我的微信号 您可以随时加我 我们再联系 当然了 如果您 说确实没找到 找Jennifer Jennifer Jennifer 也有我的微信可以推 没问题 或者如果您 找不到的话 您也欢迎可以联系到 我们这个 夏图中文电台 我们都可以帮助您 你一定会找到Jack 以及Jack的同事们 可以帮助到大家 所以大家一定要 就是有任何的需求 一定要跟我们的 专业人士来沟通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在新的一年 其实我们已经听到 很多好的消息 比如说利率慢慢在降了 希望大家的新的一年 能够 想要买房子 能够买到自己新的房子 或是有任何的需求 比如说贷款 或者是投资房 都能够 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然后也是新的一年 有个新的开始 然后也是希望GMCC 能够帮助到大家 伴随大家 买到自己的 想要的房子 对对对 谢谢Jennifer 还有一样东西 我想再提一下 就是我们 外中大股GMCC 在这个华州的话 我们还在 非常渴求 大家在这个贷款方面 是尊财 对贷款有很大的兴趣的 朋友想了解我们公司 而且我们产品的 所以欢迎大家跟我联系 您可以打电话 或者加我微信 好 谢谢大家 好 然后也是听到 刚才Jack在 给大家抛出了橄榄枝 如果你没有想要买房子 但是你想要 比如说跳槽 到一个新的一个 工作的一个地方的话 欢迎能够 跟我们的Jack 然后联系 然后也可以 欢迎大家能够 感兴趣 可以加入到 GMCC 汪通贷款银行 然后成为他们的一份子 然后帮助大家 那非常感谢大家 在这一期的收听 也感谢你们对 GMCC 汪通贷款 以及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支持 那我们下一次 也就是下个月的 第一个周六 我们见识 跟大家再见 感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